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这次算是完结自己割了很久的主题了 有鉴于市面上各种换皮广告的MAO 都太有深度了 害我每款都想介绍一下 但可能一下就Ending了 所以就必须累积几款一起爆发 而因为都是中国老游戏不断幻名重生 所以是很难一一追溯实际来源是谁 各位就当看个热吧 第一款 一箭苍穹 代理商是义亨 游戏打开来 OK 标准的滚伏练古形式 虽然以前讲过 但这边还是科普一下 滚伏的意思就是厂商会透过不断加开心伏的方式 美其名为降低新玩家与老玩家的门槛 实则只是在变相诱导新韭菜入局宰杀 又或者让在旧伏法称王的老韭菜 有机会去心伏当山寨大王 这在中国式传奇幻品MAO 非常常见 看似上百伏 个个都不满 但其实都是假象 接着我们来看极具质感的角色职业选择 看来出来美味的塑造 总能给玩家似曾相似却略有不同的样貌 而进到游戏也是不意外的 只要是台智慧手机都会玩的挂机游戏 自动打怪 自动装备 自动任务 自动厨子 抱歉 没有 但我觉得厂商应该希望实装 最好是能自动转账到账户上 乱整天要花心思 倒素材 做白痴搞笑广告 客服还要自己回复自己的随军留言 真的也是蛮辛苦的 接着下一款 域外行者 代理上是天下无敌 名字真的也是非常的霸气 那检查一下 也是滚服 搭配标准量产 东拼稀臭出来的职业人物 但酷 炫 华丽 让你仿佛清零大作观的体验 但 除了UI不同以外 都是100%复制贴上的玩法 不论轻弓 套装 翅膀 宠物 变身等机制 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也都一定跟广告他妈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其实你只要做到与广告宣传50%以上的内容 市场上绝对有你的一席之地 哦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代理商过往的几款游戏 也都是差不多的模版类型 但就只是不断换名字当新款卖 招是老招 但嘎韭菜 绰绰有余 果然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下一款 仙玉物语 这次改走二次元渲染风格 职业选择比较少 显得格外寒酸 但没事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玩法 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尤其买了VIP以后 战力直线上升 在跟官方账号比拼上才不会显得无力 建议可以加买个4090显卡来增加AI的游戏体验 下一款 服饰会梦 台湾的代理毯是红印数位娱乐 之前那款上架没什么能玩的少女三国传 也是他们负责的 这游戏我100%看过这个职业展示 包含他的语音 不是被有曾经开箱过 就是在开箱的路途上玩过 而进到游戏后 这个画面 各位可以记得 这个大箭地形的场景 未来某天 它一定会与你再次相见 这是很多款仙霞首尔的开场固定模组 今年中国有一款 上架一天就爆死了 奥特曼集结 就是直接把美术贴皮更换后就上架了 而有大佬直接把游戏解包 在底层找到没被删干净的仙霞建模 厂商只要是为了割韭菜 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 再来是两款 爵士修仙与幻世风神 为什么要一起讲呢 因为这他妈就是两款一模一样的游戏 只是分不同的名字上架 首先爵士修仙是用来钓鱼用的 只要中国最近有谁比较热门 他就会盗用素材来骗你下载 之前也把无奇迷途的宣传图拿来用过 是十足十的惯犯了 他所引用的素材应该是腾讯发行的妄想商海 而从幻世风神中可以查到是有中国的军海网路营运 但跟另一间军海网路是不是同一间就不得而知了 之前也上架过不少游戏 但每款也都是一年后往生 且每次官服公告的方式也都大差不差的 自理行间看似情感流露依依不舍 但都不过是九场高手的套路 根本不用你飞往柬埔寨 就能让你对他掏心掏肺 最后是爵士先王 营运商为广告买量的王者之一 有印象的话之前在凡人修仙撰M有解析过 其实上架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也有人虚弯我讲 但这游戏的广告一看就烂到笑 要不是这次总集片 我实在是懒得抓出来喷 而其实你仔细一看 他并没有特别高的美术品质 建模依旧稀巴烂 但就是广告打得比别人多 即使不靠代言人 只要在年轻人很爱用的抖音上下点料 马上就可以勾到不少用户了 就算只是端出跟屎一样的内容 但又何妨 只要玩家不去比较真的不会有人在意 而我之前也讲过了 这些幻皮MLO 很多都是可以直接花钱买到本体的 再经过改造一番 就是一款看似全新的游戏 甚至在设备财力允许下 你想自己出来经营都是可以的 结论 幻皮不死 只是凋零 幻名重生 只此瞬间 其实对我来说这类MLO 都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MLO了 只是个真人离线电脑在线的储值服务中心 而通常大部分有意思的MLO 也都并非手游能呈现的 本身通常需要剧情内容 社交 偏硬核 且需要时间体验 跟原本手机玩家 所需要的碎片化利用的时间机制 非常的冲突 所以大部分MLO的手游化 都是在极度简化内容 却丰富了课金体验 我是不相信有多少人会加上面这些 一路都在auto挂机的三流剧情看完的 而实际上游戏的干度也并没有因此下降 但反倒花费更加提升 搭配时刻为你着想的课金礼包 让你以为省了时间 却越花越多 结果就是 一款换一款接着玩 但又一款接一款接着倒 但不管什么类型的游戏 都一定有它的客群 尤其现在生活忙碌 很多有钱又没有太多时间花的人 刚好这类游戏就能满足它的需求 并不是在追求游戏的体验 而是短暂的放松 如果你刚好也喜欢玩 我也是真的没有任何意见 个人仅针对代理商背后的不怀好意 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请选择大厂代理的 确保延长游戏体验 当然其实可以的话 少给这类游戏当韭菜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connec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